注意他 感谢被困在了TNT监狱里 600秒时间以心自动引爆 我能让舅舅如愿回答MC吗 原来你是爸爸的出气筒 哪个机炎忽悠TNT 你回头仔细看看 触发器设定600秒后 机炎转TNT 表妹 你玩真的 玩这么大 爸爸他老人家知道吗 舅舅知道 没有人盯住我用机炎锁住全身 激将法 可惜没封住我的眼睛 这流动岩浆液体有一把果木影 这柱椅子就能够离开 周围全是岩浆 跳下去肯定凉凉 但是熔炉里面 找到了一些可以搭桥铺路的木块 逃离岩浆有希望了 木块在岩浆里三秒钟便会融化 我要抓紧时间跑过去 哎呦 太着急狡猾了 一下子包整个人都给烫傻了 虽然着急 但是也还是要注意安全的 刚翻过了几座山 又跨过了几条河 妖魔鬼怪怎么就他那么多 我是刚从岩浆死里逃生 又遇到了野怪 对面虽然有个宝箱 但是我手短拿不到 勇敢一顶身跳下去 砸死那些个野人 可惜我看到下面有可以爬的漫头呢 不过下一步 你就会被野人另手 一个长厅捉死了 没有小米他们就想往前走一步 手无寸铁的 先看看宝箱里有啥 过不着 那就分以利用 垫垫脚 炸药筒和点火器 真好 小米野人不就是一下子有希望了吗 不想 这应该过关消除物品 大意了 下面路被检验封死了 而且能炸开旁边机关的炸药筒 还远在天边呢 这有何难 努力伸长胳膊 把喷塞拿到手 一下子不就把这家奥筒给拉过来了吗 不过 早知道你那么轻松 我就不给你布置喷塞道具了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吧 让我看看你下一关又闪什么花样 哟 还挺多野人 我赤手空拳是不可能打得过的 正好有个爷爷出生物品 喷塞给换取战斗机 点火器换取稻草人 那我肯定觉得这战斗机比较好使 那何必定呢 去吧战斗机 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你怎么回事 咱还怂得缩绳一团呢 真是靠不住 只能够把剩余的希望寄托在稻草人的身上了 你别说 这稻草人还真的有用 那些个野人智商不高 凑把稻草人当成了我 我呢就可以趁端顺着马腾爬过去了 你别高兴的太早 我设计的监狱一关比一关复杂 你做好心理准备 去去两个包包蛋我还没放在心上 先看看周围用什么能够用得上的 好像对面有东西耶 看我一个空中恶断跳 哼 成功了 是杀虫的武器 杀之咆哮 这样打发包包蛋就容易啦 再利用工作台把东西合成一下 成功做出电脚石 这不就出来了吗 感谢你看看倒计时 我去啊 怎么这么快就到数了 我跑跑跑 嘿嘿 出道成功 咋还有自毁城市 该不会是要炸了吧 还真是 我的电脑 再坚持一下 哦哼 舅舅的纪念监狱就能消失了 吊虎雷神技成功